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9号星期二 亚洲时间是10月20号星期三 德国地方法院19号公告宣布 法兰克福的哈恩机场因资不抵债破产 中国海航集团是一家机场的控股股东 2017年8月 来法州政府把哈恩机场的82.5%的股份卖给了海航集团 交易额是1510万欧元 州政府只保留了17.5%的股权 《华尔街日报》19号引述内部人事披露 不少中共党内的高官抵制房地产税 因为他们可能不只拥有一套房产 消息还透露 负责这件事情的韩正已经向习近平提议 目前不要施加太重的税负 18号晚上6点多 39岁的脱北者朱贤健 翻越吉林监狱6米高墙成功脱逃 吉林市警方随即悬赏通告 动用大批的警力进行追捕 据了解 朱贤健再服刑一年多将会被遣返回朝鲜 18号上午10点左右 邯郸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好装巷40号院管道发生天然气泄露 事故造成三人窒息 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的原因据说是因为维修人员在井内更换阀门 不慎造成燃气泄露 截至到美东时间10月19号下午2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386,321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4,186万2,073人 单日死亡是6,019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492,073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几个 阿里巴巴的股价今天涨了1.1% 报收是164.8港币 成交额是37亿元 阿里巴巴的股价上涨 很可能是受到了马云在欧洲现身的消息刺激 香港东周刊报道说 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前董事长马云 10月16号已经从香港飞到了西班牙 这是一年多来 马云第一次飞往海外 报道表示 马云是在16号的凌晨乘坐飞机 从香港飞往西班牙的 同行的还有他的多名富豪好友 以及科技界的大亨 这些人是分成两架私人飞机 一天一后离开了香港 报道说 马云在抵达了西班牙之后 随即就登上了他花费16亿多港币购买的 一艘超级游艇跟同行的好友一起出海度假 据说他们是从西班牙东部的伊维萨岛起航 2015年 被阿里巴巴收购的香港南华早报表示 马云正在欧洲参加一系列的商务会议 但是阿里巴巴发言人 拒绝对马云的行程发表评论 因为马云从2019年9月退休之后 就没有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 不过阿里巴巴的股东之一赖女士认为 这个消息是清楚的表明 中共的监管机构已经解决了阿里巴巴的问题 最近有关马云的活动消息 为阿里巴巴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多确定性 据南华早报表示 从2020年12月以来 阿里巴巴的股票在纽约和香港下跌了35% 但是从今年9月底以来 一直到现在已经涨了20% 从阿里巴巴方面的反应看 似乎是见到了一丝光亮 当局对阿里巴巴的审查可能正在接近尾声 因此有多家媒体推断说马云非赴欧洲 标志着当局对他的边控已经解除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可能并非向人们推断的这样 东周刊表示 马云在香港短暂逗留期间 行程排得密密麻麻 曾与好友去打球 也跟多名香港的富豪及商业伙伴密会 饭局更是一个接着一个 据说其中一个饭局是在皇朝会所设宴 而且马云还不时的跟朋友打扑克和唱歌等等 但是南华早报报道的情况 却跟这个有一些出入 文章在报道马云在西班牙考察农业产业 以及与环境相关的技术同时 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 在飞往欧洲之前 马云在香港与家人度过了低调的私人世界 这次马云抵达香港 其实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就是被称为香港市长的港首林郑月娥 意外的没有见马云 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鸿向大纪元透露 林郑月娥相当欣赏马云 以前马云每次到香港 林郑都会跟她见面 但是这次没有 这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林郑是早年的中共低下党 对党有着几十年的了解 对党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十分清楚 马云虽然到香港来 但是并不代表她就真正的自由了 正所谓是非之人不可靠近 很多中共官员落马之前 职位上似乎都得到了升迁 但是不久之后 同样是被拿下 潘卓鸿认为 马云已经没事是妙想天开 但是中共现在不一定立刻就将她收监 或者控制她的人身自由 因为这会对中共的形象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反而让马云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由 中共才能全面的监控着 阿里巴巴的发展形势 潘卓鸿这个说法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 更容易明白 放过风筝的人都知道 不管那个风筝飞得多高 都被一条丝线牢牢的拴着 是收是放 完全由放风筝的人来决定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海局势 最近中共不断有各种动作 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嚇 使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高 最近又是接连释放早前的各种消息 对台湾实施攻心术 第一个攻心术 就是民船参加军演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今天报道 中共军队在今年的8月 有一次军事演习当中 使用了一艘大型民用船 运送了1000多名士兵和数百辆汽车 文章表示 中共央视最近发布了一份 海军演习的视频 其中展示了载有军事人员和装备的 4万5千吨客轮中华复兴号 在夜间航行的画面 央视报道说 船上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装 似乎是准备下船作战 还有很多的医疗人员 装载的武器包括96式主战坦克和04式步兵战车等等 另外这次跨海部队机动演习在海上是航行了1000多公里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引用评论表示 说中共军队在获得海上航道之后 民用舰艇也可以加入部队的运输任务 确保大量部队能够被运送到战场上 胡锡进还在文中威胁 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正在急剧下降 CNN认为 中共在军事训练方面使用民用轮船 可能将被中共运在对台湾的袭击上 再说工薪数值二 夜浪中完成输液 南华早报今天还报导了另外一个消息 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2月 中共军队是模拟了夜间登陆岛屿的训练 其中还包括完全在黑暗和波浪颠簸中 某军医院的300多名护士实施静脉输液的训练 文章指出这是中共军队第一次对护士 进行这种模拟训练 报导引述联合后勤保障部的交委表示 模拟海上夜间战斗的场景 不仅是几乎完全黑暗 而且是在海浪高达2米的情况下 护士们必须完成向静脉输液 这种模拟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在线舰船的环境 使护理人员能够适应海上的特殊环境 文章表示 培训是在白天户外进行的 但是护士们都戴上了护目镜 挡住了大部分光线 他们只能依靠着触摸来定位手臂上的静脉 同时还要在纯模拟器上稳定自己 不会左右摇晃 南华导报表示 正值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中共军队加强这种军事训练 目的自然是针对台湾 再来说中共的攻心战之三 试射极音速导弹 16日英国的《金融时报》引述匿名消息报道 中共军方在8月份曾经试射了一枚 可以搭载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 绕行地轨道太空之后 导弹才飞向目标 尽管导弹是偏离了目标32公里 但现在释放这个消息显然也是中共的对外释放信号 昨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出面 说否认了中共曾经测试 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 他表示中共试射的不是导弹 而是航天器 是一次例行测试 目的是测试火箭的重复使用 但是胡锡进在评论中表示 虽然中共外交部否认测试了 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 说这是一种太空飞行器 但是台湾及其主要盟友要注意技术上的变化 胡锡进表示 中国的军事集结将集中在台湾海峡和南海 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军力部署 占上风是不可避免的 他声称中共对此有强烈的愿望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常规军事优势 不会成为这个地区优势的保证等等 大家注意 胡锡进这个人虽然是刁盘侠 对他的话不必太在意 但是也有一些时候 中共会利用他来放风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 美国新闻网站引述中共内部人士的说法 中共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不是要引发全球军备竞赛 是在针对台湾要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权 我们不管是真是假 也不管中共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些中共军方早前的动作消息传出 包括美国等等西方国家在内 都不能等闲逝制 当然台湾更要做好因应准备 美国之音今天报道说 针对台海紧张局势 台湾已经向美国提出了要求 希望美方能够提前交付 2019年斥资80亿美元购买的 66架F-16V战机 拜登政府已经和台湾官员 就加速交付F-16V的事宜 双方进行了讨论 不过目前不知道讨论结果怎么样 如果按照正常交付的时间安排 这66架战机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交付 但是如果美方同意提前交付的话 那么将至少提前几年的时间 美国之音指出 随着中共不断扩张军力和对台湾施加压力的影响 美国政坛上主张改变战略模糊政策的呼声 已经越来越大了 包括前政府高层官员和参众议员在内 有多位重量级的人士纷纷公开发言 要求美国政府明确承诺 在台湾遭受攻击的时候 美国将全力协防台湾 实际上中共制造台海紧张 使拜登政府也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CGN表示 一方面拜登把人权和民主列为外交政策的优先议题 但是另一方面 拜登又希望让美国摆脱战争或冲突的纠缠 如果美国方面提前交击的话 那么将起到的作用将是一举三得 一方面台湾方面 本身它的防御战力将会大大增强 甚至具有了一定的攻击力 这样的话将使中共投鼠忌器 不敢对台湾轻举妄动 另一方面 台湾的防御战力得到增强以后 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形成了一种反制对冲 如果台海之间的军力对比 没有太大的倾斜 那么这种制衡将使台海局势 再次恢复到以前那种相对平静的状态 第三 如果台海局势得到了缓解 那么拜登政府其实是用不着的担心 两岸发生冲突 不用考虑如何平衡台海两岸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说 在帮助拜登政府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两难状况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的话 美国提前交付F16V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重要的是 生产F16V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目前订单并不多 向台湾提前交击的可能性 的确是有的 台湾国防部旗下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 苏孝黄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美方提前交击 协助台湾加速让这些F16V战机成军 强化空防能力 显然对台湾是有利的 可以减轻其他连队的负担 苏孝黄认为 台湾还应该及早的跟美国洽谈 购买F16V战机配备的那些武器系统 包括长城对海对陆打击 和反辐射武器等等 中共频频施加压力威胁 在迫使着台湾 必须加强它的防御战力 也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必须紧盯着中共的挑战 这其中 也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同盟 北约 昨天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当中表示 虽然中共不是北约的对手 但是中共对欧洲的安全产生了影响 所以在未来的十年 北约将重点的关注中共的发展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是北美和欧洲的联盟 目前这个地区面临着全球挑战 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和中共的崛起 如果谈到集体防御 那就是关于如何应对中共的崛起 他说中共的崛起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安全 这位前挪威总理直言 中共离我们太近了 无论是北极还是网络空间 都可以看到中共的存在 特别是中共拥有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 可以打到所有的北约盟国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目前的十年战略并没有提到中共 但是在2020年夏天将要举行的峰会上 将要通过新的十年战略概念 针对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大家知道 二战以后 美英法等国家 他们牵头组建了西方军事同盟 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成立之初到现在 北约的成员国已经有30个了 这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建立北约的目的 就是西方国家要跟当时的东欧集团抗衡 也就是跟共产主义阵营对抗 其中北约最主要的对抗目标 就是共产阵营的老大哥 苏联 此前北约一直都把苏联当成头号对手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改变了 北约认为中共的威胁是超越了苏联 在明年新十年的战略当中 将要对原有的战略进行调整 把中共作为最大的威胁 这是北约的一个重大转向 也意味着世界的格局将会重新划分 两大阵营对垒将不可避免 所不同的是 原来共产主义阵营是以苏联为首 现在变成了中共 而在西方的阵营当中 以往更多的时候是 美国冲锋在对抗中共的最前沿 而那些追随美国对抗中共的国家 其实并不明显 但是当北约新十年战略推出以后 30个成员国很可能要 其上其落统一行动 届时我们将会看到北约联合对抗和打击中共的局面 而且这种局面将至少维持十年 当然还是那句话 中共得续命到那个时候 才会出现北约对抗打击中共的局面 否则我们还看不到 按照中共现在这个情况 很难挺过十年 它也清楚世界对它的打击和对抗 所以中共早早就喊出了内循环 今天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大陆的一些快递公司 最近推出了一项新规定 民众邮寄的进口商品 如果没有中文标注 快递公司拒绝受理邮寄 有一位广州居民邓先生 前天他像往常一样 去了一家知名的快递公司 想给北京等其他省份的朋友 寄送外国进口的保健品 但是去了那几家快递公司 都被快递公司的员工给拒绝了 邓先生以前一直都在这么做 经营代购生意 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但是近期情况变了 不能邮寄外国商品 郭先生也向自由驾州表示 自己的亲戚是请邓先生帮忙 从国外进口的一些奶粉 然后请邓先生通过快递给寄过来 但是发现国内的快递公司 对进口奶粉 没有中文标示的进口产品 不给邮寄 特别是奶粉 维生素等保健品 郭先生介绍 顺丰快递员看到了 几次都给拒绝了 快递员说有新规定 只要原包装上没有中文标示的 这些商品都不给邮寄 郭先生表示 代购产品不是英文就是法文 或德文 或其他国家的文字 哪里有中文呢 一位在深圳熟悉代购程序的曾女士也表示 中共海关也在严格限制 截查进口的一些包裹 中共知道你的产品 不是经过官方正规取到进口 以前海关不查 但是现在必须要有中文标识 曾女士介绍 以往深圳查的并不严 代购商品都是先寄到深圳 然后再转寄到其他省市 但是现在深圳也寄不了了 中共把快递这条路也给卡死了 曾女士认为 新规定不让寄 就是中共搞的内循环 逼着你用国产货 大家知道网络上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 有人出国之后 去抢购各种商品 从奶粉到马桶盖 几乎没有中国人不抢购的 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国外的那些商品不贵 即使加上运费手续费等等 也比国内的同样产品便宜很多钱 另一方面呢 是国外的商品质量有保证 不像中国大陆那么 假货遍地泛滥成灾 更主要的是 国外的奶粉让人放心 里面没有三具青鞍 不会让婴儿变成大头娃娃 多方面的原因 是国内很多人 都在想办法购买海外的商品 我们看到的很多地方 都有专门做海外代购生意的店铺 也因为这些原因 就催生了海外的代购一族 无论是美国 欧洲 澳洲还是加拿大等等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人在四处扫货淘宝 然后寄回国内 大家注意 这个代购啊 似乎只有中国人在做 我在美国这边 很少看到有其他国家的人 做这行生意的 据了解 这个在海外代购 逃货 扫货的这些一族 除了那些少数定居 但美国的华人 偶尔的烧带 做点代购之外 其实主要的还是 中国的留学生在做代购 很多学生 甚至用代购赚来的钱 来支付自己昂贵的学费 和生活费 而中共这个新规定之下 所有这些与代购相关的人 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 特别是曾经使用 国外奶粉和保健品的 那些之类的朋友 可能只能选用国产货了 最后呢 我们还是再重复一下 我们最近活动的情况吧 承门贴告示 总有不识字的 即使这样呢 看到的人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啊 为了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呢 了解我们的情况 并且来参与进来 我们还得再啰嗦一下 11月9号 是新闻看点四周岁的生日 我们呢 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将在11月9号前后播出 前后大约有七八天的时间吧 每天大约都是安排 五到十分钟 特别之多的内容 期间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在大陆卖玉石 和主持婚礼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相信大家 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另外还有两个呢 是跟大家互动的部分 这个是需要大家广泛的参与的 一个互动呢 是希望大家给我们写信 说说您对牧羊 或者是对新闻看点想说的话 无论是祝福鼓励 还是批评建议 我们都欢迎 字数呢 是要求在150字以内 然后呢 我们再放在特别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您在发送邮件的时候 别忘记在标题这一栏 一定要写清楚是 观众来信投稿 同时加上您的昵称 另一个互动呢 是我跟一位观众通电话 之前有观众是希望 跟我能够直接联系 但是我们考虑到彼此的安全问题 所以我只联系过澳洲的养老先生 那这次呢 我们将选出一位观众 直接跟我进行通话 我们通话的时间初步是定在10月30号 如果您希望跟沐阳来一场真实的对话的话 那么请您在邮件中 一定附上您的电话号码和昵称 还有您想对沐阳说的话 邮件标题也一定要著名 是沐阳致电投稿 还有您的昵称 这两个互动活动的 截止时间呢 我们都是在10月25号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一定抓紧时间 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收件邮箱有变化 是newsinside00atgmail.com newsinside这是新闻看点的英文名字 后面是两个零 然后是atgmail.com 新闻看点的四年成长 有大家的坚守陪伴 那么幸福的时刻 当然是需要跟您一起来分享 所以我们期待着所有人都来参与 中共酷立公安部原部长 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落马之后 引来网上一片叫好之声 同时傅政华的那些贪腐 以权谋私 以权谋色 迫害良善等等诸多的内幕 也是被人们的陆续的曝光 这开始让人们再次关注起一个案子 就是雷洋案 在今天的红朝看点 我们就来聊聊 抗止不尊的傅政华落马 雷洋案有反转的可能吗 欢迎大家到yulak会员去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双斜线 慕阳寿.com 还有一个是 http-双斜线 yulaki.biz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并且可以在视频下方分享您的观点 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更希望您能够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缘人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的声音 感谢您的帮助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